观众朋友你们好 欢迎收看约通社电视频道的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8月9号在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 老欧人民革命党总组级国家主席驻马利萨雅宋 谈访了胡志明市国家政治行政随院 8月10号今年越南橙色展现50周年的大集会 在河内大集院隆重举行 国际和国内黄金结合90难料 使许多投资商持肉历态度 前普查首相洪山表示 期待与台国恢复两国木林友好关系 8月9号在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 老欧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主席驻马利萨雅宋 谈访了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 并发表了讲话 老欧人民革命党总书记 国家主席驻马利萨雅宋指出 几十年来 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 为老欧提供许多方面的切实帮助 包括帮助培训老欧革命干部 与此同时 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 还与老欧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合作 举行各项经验交流活动 帮助老欧国家政治行政学院 安排教学课程和加强双方讲师团互防等 驻马利萨雅宋感谢越南共产党 以及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领导与干部人员 为老欧革命事业的培训干部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天老欧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朱玛利萨雅宋宇夫人 同老欧高级代表团的成员 到胡志明主席林牧 战扬胡志明主席怡荣和向烈士英雄纪念碑竞献花圈 8月9号下午 老欧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朱玛利萨雅宋宇夫人和老欧高级代表团 离开了河内 开始访问越南中部的香港市 8月10号上午 纪念越南城设产间50周年的大集会 在河内大集园隆重举行 党国家领导 各国驻越南大使和广大越南城毒剂受害者 参加了集会 50年前 1961年8月10号 美军首次向越南南方撒放花学毒剂 其中的60亿为城毒剂 造成人类最残缺人寰的产见 这场化学战争是480万名越南人感染成毒剂 300万人是成毒剂的受害者 导致数千人因成毒剂而死亡 和数千人活在痛苦和疾病之中 但中央委员会委员 国家副主席阮世元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 成毒剂的被通 不仅是越南民族的被通 而是世界人民的被通 同时呼吁各国政府 各国基组织和世界人类继续接受 竭尽全力为越南乃至世界成毒剂受害者 抚平成色被通 集会上 和平省老战士阮儒科代表越南成毒剂受害者 呼吁美国政府和各化学公司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并尽快对越南成毒剂受害者赔偿和还回共同 经过两天认真工作后 8月9号下午在河内 第二次成毒剂受害者国际会议落下帷幕 与会代表通过了 为成毒剂受害者和为人类的将来而行动的号召数 号召数体现了人类对成毒剂给人类与环境 造成严重后果的深刻意识 同越南人民一样 世界上不少人也是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受害者 然而 越南以480万人沾染成毒剂 成为世界上受成毒剂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 许多人因感染此化学毒物而失去了正常生活 和谋求幸福的最基本权利 号召数还建议 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尽快提出有效防止战争罪恶发生的新措施 美国政府和美国化学公司必须担负责任 同时公布杀方成毒剂的具体地点地图 积极与越南政府和人民配合 处理受成毒剂严重影响的热点地区 并全面且有效地帮助越南成毒剂受害者克服困难 号召数发表后 约会代表共同签名表示大家团结一致实现被缓持的共道不能成为被拒绝的共道的目标 8月9日在壳内 国会主席阮胜松会见了增加越南进行工作访问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梅里尼科夫 阮胜松主席认为 越南与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 两国国会的合作关系也十分紧密 阮胜松希望俄罗斯国会继续推动与越南国会在监设和完善法律系统方面的经验交流活动 为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之前由越南国会副主席汪州流率领的越南国会代表团 与由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梅里尼科夫率领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上汪州流副主席希望两国的立法机构继续加强双方合作关系 并在多方面论坛上互相支持 汪州流副主席还希望俄罗斯国家杜马今后将加大与越南国会合作力度 在国家培训工作提供协助和在立法工作的经验进行分享 梅里尼科夫副主席强调 俄罗斯意向希望继续发展两国国会的友好合作关系 同时认为双方应更加忠实加强两国年轻一代之间的交流活动 梅里尼科夫副主席建议双方在文化、交易、科技和核电等领域积极展开交流与合作 经过六个月建设与实验运行之后 18月9号下午在壳内 全球传媒股份公司的远程网络监控中心正式开展 据一些外国专家的评价 这是越南乃至东南亚地区最具规模和最现代化的监控中心 该远程网络监控中心、设有与主机、基站和专用软件系统等相连接的50亿个搭屏幕 控制中心投入运行后 全球媒体股份公司可对信号接受总机控制传输基础设施 陆滴信号发送站以及全球播送站等全部系统进行降空和确保其质量 这是全球传媒股份公司展开设立播放节目电视系统与供应电视服务节目的重要部分 该监控中心的终止是为客户带来追加服务 远程网络监控中心已经通过展开在居民区的实验网络 进行监督客户电视节目的接受信号和质量 此外国家监控中心还是全球媒体传媒股份公司 在技术运行方面可减少使用资深技术专家 穷而节省费用和劳动力 8月9日上午 越南央行公布准许进口5吨黄金理生产镜条的消息后 国内黄金价格暴跌 此外西湖在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上 黄金价格猛震并创新高纪录 使亚洲许多投资上都持犹豫心态 在国内 8月9日傍晚 黄金出售价格为1两4540万月顿 比中午12.5分下降了1两90万月顿 大部分金店的出售价格普遍为 4480万到4540万月顿一两 8月10日 国内黄金市场教育最为活跃 售价为4470万月顿一两 比前一天上午下降了20万月顿一两 这是黄金价格半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在亚洲金融市场受到全球经济动荡影响的同时 8月9日 黄金价格突增为1阿斯1770美元 使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和印度等人民考虑 是否应继续投资于原市他们最佳选择的黄金 在泰国新任总理印拉西纳瓦正式宣事就职后 8月8日 柬埔寨首相红森向印拉总理置贺电 表示希望能与他密切合作 发解两国有关白卫夏斯附近地区即将局势 以恢复简泰传统木林友好关系 红森首相在科电中强调 钱普寨和泰国共同下学信 将能恢复简泰传统木林友好和有效的合作关系 红森首相还表示 期待与印拉密切合作 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存在问题 为两国人民带来利益 此前8月8日 钱普寨已从简泰边界正义地区 撤回上百名驻扎士兵 从2008年7月 白卫夏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后 简泰两国关系紧张局势开始升问 泰国与柬埔寨军队多次在边际争议地区交火 导致两国多名士兵和居民失去的生命